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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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辉自己起碗了 想起来让我通融一下了 没门 我只不过是想小小报复一下 陈辉过了用厨房的时间 他完全可以出去吃点再上班 时间是足够的 可计划不如变化快 陈辉去买饭因为人太多耽误了不少时间 又恰巧赶上堵车 等他到公司 他之前跟的一个潜在客户已经被同事接待了 还签下了一个大单子 难怪陈辉生气 可是这事能怪我吗 我和陈辉是在朋友婚礼上认识的 我们分别是伴娘伴郎 当初婚闹 幸亏有陈辉给我解围 这才让我躲过一劫 事后为了表示感谢 我提出请陈辉吃饭 他并没有拒绝 席间 我们交谈甚欢 吃完饭 陈辉执意付了一半的饭钱 我这才知道 陈辉在国外读过书 思想西化 他说AA制也是对我的尊重 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 陈辉向我表白的时候 我对他印象也还不错 便有意和他交往看看 交往过程中 我们吃饭都是AA 节日也会互送礼物 第一次去公婆家的时候 我给公婆买的见面礼 其他几样都是在超市买的 只有花生油是我家自己炸的 我爸妈说自家的油吃着放心 让我给未来公婆尝尝 陈辉一直问我 花生油是什么价格 我告诉他 我又没买过 不知道 这是自己家的 哪有什么价格 陈辉不依不饶 非让我给出个明确价格才行 我以为是陈辉的亲戚朋友要买 便给我妈打了个电话问了下价 我妈又去外面打听了一圈 才给我估了个价格 陈辉去我家的时候 我们去超市买东西 我看好了个价格稍贵一点的电饭包 正好家里需要 我就顺手放购物车里 陈辉直接给我拿出来 说不能放这个 超出预算额了 我顺嘴接了句 超什么预算额 陈辉说 你去我家花了大概八百多 现在我们买的这些已经七百了 你再加上这个电饭包超出三百多了 原来他问花生油的价格就是为了给我的礼物估价 我有点懵 赌气转身走了 结账时我发现电饭包陈辉买了 可购物车里的东西少了一半 好在东西拿回去 我爸妈没说什么 加上陈辉表现得不错 我爸妈一直夸陈辉 有眼力劲 会来事 我内心的欢喜冲淡了这次购物的不愉快 只是没想到这只是冰山一角 我和陈辉婚后实行AA制 一切费用均摊 大到水电物业费 小到一卷卫生纸 一盒避孕套 都要算得特别清楚 开头提到的早饭 我们也是各做各的 时间限制在半个小时内 不得超时 若要调整 需要提前一天告知 开始做饭之前 陈辉都要拍照 记录燃气表述 月底一起算账 顺便提一句 就连这次怀孕 也是因为家里避孕套用完了 该轮到我买了 可我有事忘记了 陈辉就直接没用 一次就中奖 关于养孩子 陈辉倒是没说费用要均摊 这让我稍稍松了口气 我还记得 我们还没确定关系之前 陈辉和我之间的AA 也不过是我请你一顿 你请我一顿而已 可一旦确认了恋爱关系之后 陈辉就和我算得特别轻 我送一个200块钱的腰带给他 他一定会回我一个200的丝巾 他请我吃一顿100块钱的饭 下次我请他 他一定会选一个同等价位的餐馆 若是凑不够100的菜 就一定会比100多 当时我沉浸在爱情中 并没有发现其中有什么不妥 都说 亲夫妻明算账 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把这当成乐趣 可时间久了 真的心里憔悴 不舒服归不舒服 可这毕竟都不是什么大事 我和陈辉是夫妻 遇到大事 我相信我们还是可以共患难的 于20周 天越来越冷 我上班骑电动车太冷 陈辉公司倒是和我公司顺路 可我每次让他烧一程 都要照实付车费 而车费比我打出租车要高 陈辉说 他烧着我 可以避免我打不到车 给我提供了不少方便 所以 理应比出租车要贵 我尽可能都不坐陈辉的车 那天下雪路滑 又打不到车 陈辉主动说烧我一程 我还以为他转性了 开心的不得了 可是没成想 途中陈辉竟然漫天要价 他张口就管我要100的路费 还是单程的 平时从我家打车到公司 也不过是起步驾的路程 我工资不高 100的路费我实在承担不起 和陈辉争论了半天 他无论如何都不肯让步 还觉得我占便宜卖乖 最后 我一生气 直接下车走了 我没有不上班的资本 就只好去坐公交 一路上小心翼翼 快到公司的时候 不小心滑到了 还是同事把我送到医院的 有轻微的出血 幸亏孩子没事 但医生说必须卧床休息一周 陈辉说住院费用要我自己出 是因为我自己不小心导致的 卧床休息那几天 陈辉一顿饭也没给我做过 就连我点外卖 让他帮忙拿进屋里 他都要问我要跑腿费 委屈涌上心头 这样的日子 我一天也不想过下去 我给我妈打电话 让她来接我回家 我要离婚 公婆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也从老家赶来 婆婆握着我的手说 圆圆 妈知道陈辉这事做得不对 是我和你爸没教育好 可你看在孩子的份上 再给他一次机会 好吗 我妈虽然也很气愤陈辉的做法 可还是劝我 毕竟还有孩子 要为孩子考虑一下 难道要让孩子一生下来 就没有爸爸吗 我脑子一团浆糊 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这时孩子踢了我一下 我内心一软 有些不忍 陈辉也退让了一步 说住院费 他愿意负担一大半 看在孩子的份上 我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 之后的一段时间 陈辉改正了不少 也不在钱上和我分得那么轻 日子总算恢复了正常 孕32周的时候 我爸突然被查出直肠癌 万幸的是 发现得早 还没扩散 医生说手术切除后 只要不再复发就没事 手术费对于我家来说 不是一笔不小的小数目 我手里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我找陈辉商量 我们毕竟是一家人 不能见死不救 看他能不能支援一部分 陈辉说 那是你爸 又不是我爸 个人的爸个人养 我没理由要管 我只好退一步 我借总可以了吧 按月还 一家人之间 总归是好商量的 陈辉像扫描仪一样 从上到下 扫视了我一下 摇摇头说 不借 以你目前的工资 要还清那笔钱 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 而且还没有利息 我不如把钱理财 还有不少收益 再不计可以存银行 每年还能有些利息 看着陈辉这副油盐不尽的样子 我绝望地闭上了眼 觉得也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 我给亲戚朋友打电话借钱 可这年头家家都难 借钱哪有那么容易 一天的功夫才借到两万 我急得一边跺脚一边哭 医生说过手术越早越好 晚了就怕癌细胞扩散 陈辉双手抱肩 鞋椅在墙上说 你这人缘也不咋地呀 一天才借这么点 幸亏我没答应借给你 否则等你还钱 还不知猴年马月 我紧紧握着拳 想和陈辉大吵一架 可想到病床上的父亲 又缓缓松开了手 如今也只有陈辉 能一次性拿出这些钱了 我只好又求他 先把手术费垫上 就算是为了孩子 积点得 可陈辉还是不同意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陈辉身为我的丈夫 竟然如此冷漠 这段婚姻 我也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我用力推了陈辉一把 哭着喊道 离婚 我要和你离婚 你给我滚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陈辉大概没想到 我会撒泼愣住了 我正在外边筹钱 我妈给我打电话 说我公婆来了 还带着钱 婆婆一见到我 就赶紧拿出一张卡 递给我说 里边有十万块钱 你赶紧拿给你爸先治病 其他的等手术完了再说 我心中一阵冷笑 孕后期 婆婆和我同住 我爸刚病的时候 公婆就知道了 也知道我急用钱 若是真心想帮我 何必非要等我和陈辉 闹到离婚时才出面 我拒绝了公婆的卡 告诉他们 我已经筹到钱了 而此时 我爸已经开始做术前准备了 我告诉陈辉 等我爸手术结束 我们就去离婚 陈辉一看我是认真的 倒有些慌了 急忙说 你把钱先拿去用 以后再慢慢缓 前一句话 我觉得陈辉或许还有救 后一句话 让我直接心寒 我冷冷地看着他 并没有伸手接那张卡 陈辉一把拉过我的手 把卡放在我手心 继续说 你看 爸出院后 还得需要赔床对吧 妈年龄大了 你怀着孕身体不方便 这时候 正是用得上我这个女婿的时候 你说对吧 我知道我错了 我以后一定改 看在孩子的份上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内心苦涩无比 这算什么 打个巴掌 给个填枣吗 伤害就像钉子扎进木头里 即便后期钉子被启出 可窟窿依旧还是永远留在木头上了 道歉悔改 有什么用呢 即便此时我已经运34周 即将临盆 我还是和陈辉离了婚 孩子我自己生 自己养 孩子一岁的时候 陈辉去找我 每次去都是大包小包的 除了给孩子买的外 还有给我买的 给孩子的 我悉数收下 给我的 我一键不留 我知道他想事好 可是已经晚了 后来听说 陈辉和我离婚后 又找过几个女朋友 以陈辉的条件 找个对象并不稀奇 要貌有貌 也有车有房 可是 对方在和他相处一段时间后 长则一个月 短则三天 便都会离他而去 俗话说得好 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 陈辉什么都分得那么轻 谁愿意和他共度一生呢 思想西化或许是真 可不在乎也是真的 几次相亲都没后续后 陈辉又想起了我们母子 这才又来讨好我们 陈辉为了表示诚意 每次来都会给孩子钱 我都替孩子收着 毕竟这是他应当给的 但是若是复婚 我从来没想过 余生那么长 我大可不必把余生 交给一个斤斤计较 且又冷漠的人手上 对未来 我仍心怀期待 而在遇到对的人之前 我会和儿子好好生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陈辉为了